本土疫情紧绷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22号起进入健身房需打满3剂的疫苗 而实力走访健身房就会有会员因为没有接种3剂 或资格不符被拒绝入场 业者表示不少会员因此办理退费 延后汇集或暂时不来上课 只能够尽力跟会员沟通并配合政府要求 指挥中心宣布22日起 包含健身房、八大行业场所及落境等宗教活动 和24类场所人员也需打满3剂才可进入 实力走访健身房 柜台正与会员说明因为没有接种3剂或资格不符 会员因此无法入场 业者坦言 心智来得突然 不少会员权益及馆场收入都受到影响 我们大家收到这个讯息都是非常的恐慌 然后在健身房受上一波疫情的影响 我们的业绩至少掉了三成 然后疫情缓了后 大家还是有一点害怕 然后不敢有一些肢体的一些接触 然后现在疫情又突然爆发 我们大家都心里都雪上加霜 我们柜台有专门的防疫清洁消毒 我们都会定时的去做清洁消毒 我们在运动的话 我们还是尽量建议客人能够戴口罩 还是尽量要戴上 然后我们像我们淋浴间 是唯一一个健身房没有戴口罩的地方 所以我们还是尽量建议客人 能够回家洗澡就回家洗澡 我们是可以让他请假 然后延后他的汇集 然后等到疫情缓和后 他再来启动他的汇集 然后来场馆运动 指挥中心规定 进入健身房已打满三剂 运动可脱口罩 接种两剂未满12周 也可进健身房 若医师评估不适合接种 应出13日内快山音性证明才可进入 且运动需全程佩戴口罩 其他像是没有意愿施打三剂者 可向业者提出退费或延后汇集等 一个业者规定 还请民众留意配合 记者讲方言华联士报导